哈囉各位新聞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郭郭先生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決議業新政的最終決戰 就是殺大龍時刻 那這條大龍是從這裡直接殺到這裡來 我有點直接去通 因為這邊其實還是有一些戰鬥的不定性因素 但決議的選擇真的是出乎所有高手們的意料 好 那麼在開始之前還是一樣就是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有在業配賣這個保健食品 那這個是動能 就是他可以讓你在比賽的時候本來是有點想睡覺 或是有點累的時候 他吃下去他的精神會非常好 那他不是藥 他不是特小藥 他只是一般的保健食品 所以他是一個食品可以吃的 那像這個跆拳道國手蘇立文呢 他每一次上場比賽的時候 這一個都吃半罐 那這個都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他是這個中華奧會這個指定的食品 所以呢 就是他是有經過合格的奧運選擇 可以參加奧運比賽的時候可以吃的 所以他的要求品格是非常嚴格的 那就是在這裡差一罐是890塊 然後裡面有90顆 那比賽像我以前去比維新比賽的時候 我都會吃兩顆 每一場比賽我都吃兩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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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精神就蠻好的 那沒有吃呢 我可能下到中午的時候 我可能就有點頭暈了 因為我以前常常是頭暈或是身體很虛弱的人 那吃這個呢 真的是沒有副作用 那到我現在比賽 沒有比賽我上班的時候 累的時候也會去吃 好 那當上一手呢就是黑棋走完這個接的時候 就是開始要殺這一塊大龍了 所以呢白棋呢走到這裡來要跑了 對不對 要跑了 然後呢黑棋長 這個時候白棋肩出來 他呢就是要不但要跑還要把黑棋這一帶捲起來 然後高手在跑棋的時候會跟一般選手不一樣 就是他不但要跑還要帶著你跑 你沒有功好我可能會反殺你的那一種狀況 那這個時候啊 決意呢 他這個地方 當初這一個段 我們看一下當初這一個段 就是在為這邊的戰鬥做準備 如果這個時候你在段 完了 因為被他先叫吃 被他先滾打 打成一坨了 打成一坨了 打成一坨之後這個一吃 那你這邊就死掉了 被反殺進去 所以這個太慘 所以呢當初決意啊非常的高明 所有高手都不理解說 這個段不是沒騎嗎 為什麼決意要段 那他這個段呢 就是在為這一代的戰鬥做準備啊 當你白棋這樣尖的時候 還好我這裡有做準備 這個時候一叫吃 哎 就可以把這全部吃掉了 所以呢 新政不肯 新政呢只好走這個 被決意這樣子吃 那吃通了之後呢 正面發現就沒辦法滾打了 正面就殺不到他了 所以呢 新政呢 就吃一個做準備 那正當吃一個 大家以為決意要黏的時候 這個時候決意不黏了 直接來跟你這邊PK 直接從這裡殺出一條血路來 正當大家覺得 決意是不是要 因為這種打 都已經打了 就必然要穿出來啊對不對 要殺這一塊的時候 這個時候決意說 跑出來降勝率了 這個時候回去再接一手 OK 所有人都搞不懂 為什麼這個地方 要交換這個打 跟這個打 OK 那到現在好像都還沒有這個解答 那我到時候會跟大家講 我的猜測是什麼 但是不一定是對的 那實在呢 走到這裡的時候 黑棋拐 讓白棋提吃 然後呢 黑棋再退 就是全力要殺這一塊 那現在呢 所有的生死就是堵在這一塊 如果白棋活 白棋就贏 如果白棋死 白棋就贏 或者白棋看死 所以有什麼氣質可以轉 那通常這種 棋 你說看起來好像是白棋死的 機率大 但是白棋的 可能可以轉的東西比較多 比如說我會不會氣質當中 是 把你這個全部給封起來 圍到這一塊 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呢 通常講這個黑棋壓力也很大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 你看喔 這地方很多人就很納悶 就是為什麼 這地方要去斷一下 然後再打一下 他打完之後又不走了 又不走了 又被白棋這樣子打回去 那這個黑棋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 我的猜測是這樣 如果沒有這個轎吃這個打出來 你莫就單純接 那白棋一樣會走這個 就是因為這個不可能被衝出來還是太大 那黑棋拐這個的時候 白棋 就可以不用去提吃了 因為這三顆就沒有想像中的大 那黑棋呢 就很難 黑棋就不能再花一手殺在這裡 實在剛剛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 對不對 黑棋拐的時候 白棋去吃 對不對 然後讓黑棋捕了這一手跟這一手去殺這一塊 OK 那 如果說這個時候白棋不吃 可能去做活這一塊 比如說類似 比如說像這樣子 果然類似這樣子 那這時候黑棋以後這個接起來 這個還是有斷點 OK 所以我的猜測就是 跟這個斷點有關 所以呢 他必須要製造斷點 他不是要去救的 他是先走最大的地方 把最該補的毛病給補乾淨 那補乾淨之後呢 接下來就可能是這個 跟這個當作劍合 這個是我的猜測啦 所以呢 白棋沒辦法 只好去提吃 讓黑棋 走這個 OK 然後呢 白棋這個時候 打這裡 然後呢 黑棋碰一個斷 黑棋這個地方 就是指求穩健的做活就好 然後呢 白棋呢 走這個 走完這一下之後 白棋要發洩也暫時沒有招了 就先看這邊的動向 再決定吧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 人類都覺得 這個好像可以這樣子走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白棋是沒有棋的 白棋會黏 黑棋甚至是可以衝一個 然後夾上來 這個地方是沒有棋的 但是絕翼啊 他的特色就是 我贏了 就可以了 不管是贏多少 所以絕翼呢 就下的很簡單 他覺得這樣子已經贏了 他就這樣一下 然後呢 白棋教師的時候呢 他就讓 好讓你白棋先手破下來 他只要確保這一塊棋是活了 就OK了 然後實在呢 白棋衝了這一下之後 然後呢 可以一起走 然後呢 白棋 煎 白棋企圖 擴大空間 擴到最大 然後呢 再煎這個 他企圖兩邊擴到最大 而且這個都白棋其實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活面 因為這個地方有保留這個力 跟這個 煎的先手 所以這個地方 好像 要可以活 你這個地方不能亂殺 因為比如說 我最簡單 你這樣子殺 這樣子殺就 感覺上呢 好像是有一點點問題 好像感覺 好像其實也還好 其實也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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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是可以 但是呢 這地方絕翼啊 給我們展現了 非常厲害的走法 但是我覺得這地方 有一點點味道 因為比如說 感覺味道有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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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地方絕翼啊 是殺得非常的簡 殺得非常的簡 他這個時候 直接搬在這裡 直接搬在這裡殺 搬金 這裡竟然就做不出兩個眼睛了 竟然做不出來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白棋走這個時候 他就頂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白棋走這裡殺 黑棋就叫吃 那白棋呢 又開始 然後就是 當AI發現局面不好的時候 他就不因為 每一手琴都會照著你的印 他走這裡就是 保留一個變化 就是黑棋有可能體質的變化 讓白棋去做 這個是AI的這個演算法 那當然絕翼是不會上當的 絕翼就點了這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卡過來 然後呢 白棋吃掉 可以一起走這個 OK 然後呢 這個時候 絕翼走這個 不是 金正走這個 然後再翻 那這個地方呢 絕翼是直接黏在這裡 因為要保留這個衝 的東西 這個時候白棋不能走這個 走這個被切斷 這有一個衝 這有一個衝 所以白棋是不行的 白棋只好乖乖的接回來 接回來之後 再接 再接 但是 像到這裡 其實這個白棋 已經 有一點點困難了 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你看 這個地方其實 沒有兩個眼睛 沒有兩個眼睛 然後黑棋呢 這地方就 直接再貼一手 直接再貼一手 然後白棋 黑棋好像有先衝了一下 這地方其實手算 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的必然 絕對當下是走那一手 其實都是先手 然後呢 白棋走這個 走這個 走完這裡 之後白棋接上 讓這個氣變得最多 讓這個氣變得最多 然後呢 再走這個 然後黑棋呢 這時候就變成 殺這一塊大龍 但是自己同時也沒火 就變成是兩塊棋的較量 然後呢 黑棋實戰呢 走這裡是長器 這裡黑棋的長器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絕對這樣走完之後呢 好像白棋這裡先刺 然後白棋再走 然後 這個時候可以夾 這個夾完 這白棋不能走 折一段就不行了 白棋只能走這個 然後呢 接下來黑棋走完 這一下之後 黑棋就乖乖的黏著 他是走哪 這應該有叫的事了 就是他這個地方 每個都是在接時間 但是其實也都不是 不是接時間 也就是打僵 AI其實不打 不把他當成打僵 他就是把他當成一個 就是可能會讓勝率 提升一點點 但是一接回來 勝率又降回來一樣 然後呢 黑棋這個時候 對這樣走完之後 鋪了這一下 鋪完這一下之後呢 黑棋就乖乖的黏回來 乖乖的黏回來 然後白棋 白棋這裡走哪 其實下到這裡 基本上已經是那個了 就是 心證已經不行了 我大概用 因為我這地方 其實記了很多 但是我發現看大棋 好像感覺會不太一樣 那後來是變成是這樣的 就是 後來是 類似 白棋好像是擠在這裡的樣子 然後呢 黑棋有走這個 有走這個 對 但是這個地方好像手順 可是這樣 我知道了 我記得白棋走這個 白棋走這個 然後呢 黑棋走這個 對我想起來了 然後呢 白棋走這裡 欸 不知道棋走過 然後黑棋走這個 走完這個時候 黑棋 白棋不能只是乖乖的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黑棋 斑會變成 你如果斷的話呢 這有個打雷烤 這可以擺而吃掉這一顆子 所以呢這個時候呢 白棋先擠這邊 擠完之後再走這個 再走這個 然後呢 黑棋這個時候呢 就斷吃這一下 斷吃 然後 斷吃 白棋呢 就走這個 然後呢 再走這裡 然後呢 黑棋 白棋 這裡其實都是 那個新鎮在打 就是他 他不是這麼的絕對要這樣子走 然後呢 被黑棋打住 白棋又沒有應手了 然後白棋呢 就知道 再繼續這樣殺 然後 然後黑棋就這樣子 對 這樣體結 然後白棋就 鋪這一下 對 然後 好像也 也不知道走哪裡 反正我後來算了一下 這個地方其實 這個氣差超級的多 這個氣差超級的多 黑棋還 對 對 我記得沒錯 就是這個時候其實黑棋是不需要再去解氣的 但是覺得 我已經 已經贏了 就沒差了 然後最後 其實是白棋走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直接看最後的地方 最後這個地方呢 黑棋這裡到 白棋這裡到底有解氣 我上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你不能馬上解 對不對 你要先提一手才能吃 所以這裡是 1 2 然後呢 走這個時候 白棋一定會黏 因為是這兩塊的對勢 所以這裡面白棋是有兩口氣 就是打到這裡是黏起來的 那再來呢 3 4 4 4口氣 那這裡面 裡面要算多少呢 裡面呢 以後被走成這樣子吃掉 這個是5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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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我們要刷到一定是 1 2 3 4 5 然後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就超級多口氣了 就已經超過10多口氣了 不過好像可以從這裡去 1 2 3 4 5 6 然後這體積回來 7 把它逼回去 對 把它逼回去 然後 8 9 10 11 12 13 從這邊擠的話13口氣 13口氣 但是好像雙方有兩個結 兩個結 好像還是要 還是要去結 好像還是14口氣 所以呢 這個地方其實打結 這個黑棋已經快了 14-9 14-9是5 5-7 是5口氣 所以其實黑棋根本也是不需要去景氣 不需要去景氣 那實在呢 白棋第一到這裡 之後白棋自動投降 那最後呢 這一盤棋呢 也變成是 黑棋殺這一塊大王后生 OK 那中間這個轉換啊 真的是 有一點點搞不起這個手勢 其實我是看了很久 我想了很久 我才 我才 感覺是這樣子 那不曉得 各位看到這裡有什麼想法 OK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見